作詞・作曲 李宗盛 我雖然是正科班的 有點像武俠小說裡面講的 在江湖上做自己的一個事情 我很少畫那種光滑的作品 都是很粗糙的作品 可能跟我小時候常常摸泰南 很古老的牆壁走有關係 對我來講很粗糙的基礎 它很有故事性 生活裡面對於美食 美色所有美好的事情 我都喜歡 這些東西它會像養分積累在我們的裡面 它事實上會跑出來 藝術森林我是第一家 就是藝術家跟受藏家的一種 碰撞插出來的一種活花 我十幾年前就是用甘樂阿瑟簽名啊 我自己的一個外號 當美術館成立的時候 我還是用甘樂阿瑟這樣子的名字 甘樂在台灣來講就是甘樂 每天忙著團團團 也是甘與快樂這樣子的一個陀螺 阿瑟呢是享樂生命 揮霍生命那種本質 一、二、三年最大的影響 因為有這個平台 我認識了很多的人 我這一、兩年已經跟柏林的畫廊 也結為姐妹畫廊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有這個美術館 女兒呢他們都來美術館工作 我們跟孩子的關係就變得比較親密 而且因為這個平台的建立以後 它讓更多人看到我 我們跟孩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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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孩子的關係